那影頭還真的可能會傷身 你不知道危機可能就在裡面 真的嗎 而且甚至有些連 難道真的 好 今天要請到四位 他們的影頭那才真是重呢 今天的來賓有 非吃甜不可的洪百榮 愛吃辣姐妹花小微小冰 小孩愛吃糖的爹爹媽 另外還有小菜醫師王聰寧 兒童發展者家王洪哲 中醫師李思怡 下面 很吃口香糖以及天使也不惜 竟然會成癮又傷身 你在咀嚼的時候 你的胃硬已經準備好 有食物要來了 然後你開始渴腸胃酸 就一直等不到 你就開始胃痛對不對 不管是什麼 中餐也是喔 你沒有一個錢的東西結尾 很像是沒有 perfect 沒有ending 同時常的大腦的人 根據腦科學的研究 跟最藥的大腦活動是一樣的 真的啊 是 所以他真的會不吃 他就不會再受不了這樣做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們的那個影頭 有沒有 騷我 你這麼急迫 因為我覺得我一定贏了 當然不讓 那就是你先來 你的影頭是 我跟你講我的影頭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 只是我比別人多了一點 口香糖 口香糖算也 我大概從 我大概從十幾年前 因為工作的 就是我覺得到後來在想說 為什麼我會吃一顆吃兩顆 後來吃到三顆 甚至於有時候偶爾會四顆 你是說超涼的那一顆口香糖嗎 對 而且我咀嚼的感覺 我完全不會咀嚼傷身 我反而提神 對 有時候我們在譬如廣告定妝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你咀嚼下去你整個很High 然後口香糖我著迷到什麼程度是 我自己上你就算了 我 要不要來吃吃看 難怪你的臉型 越來越 等一下 你有沒有聽到他剛剛 他剛剛最後吐了一句話 你要不要吃吃看 你有帶來啊 有啊 因為愛於牌子我沒辦法 這是我最愛吃的口味 你現在一次吃幾顆啊 你要請他這個 你不是要請我們吃 可是我從來沒想過 用這個來提神喔 他是他覺得薄荷 兩顆 很涼耶 是兩顆 你每次吃兩顆的啊 通常一顆差不多吧 兩顆 通常超涼一顆 你忙 你賺錢 賺錢辛苦 好 好 主播最起也辛苦 我們來測試一下 川平哥的極限是幾顆 好 好不好 你現在幾顆了 那雙顆啊 第三顆你覺得怎麼樣 第四顆 很涼啊 你要立刻把它放下去 不能讓它那個味道沒有 四顆 我現在你四顆 給他有潛力喔 川平哥 我跟你分享 我吃下去為什麼會上 你是 他整個吃下去好像擦了 薄荷油 然後口腔的感覺 整個口腔好像在吞 對 我跟你講這個涼 我四顆下去 我覺得那個涼是 涼到喉嚨 涼到鼻腔 然後整個口腔的那個 舌頭都有點好像似乎 要開始涼到麻麻的這種 對我不曉得怎麼形容 但是它是 它是因為善那間會有點醒啊 你沒感覺是吧 再拿 不要 今天還有 我現在還有精神 你吃三顆喔 那也忍受耶 就還好耶 口香糖 它中裡頭 它比嚼檳榔抽菸什麼都好啊 對不對 對啊 那你中眉頭的理由是什麼 沒有 我們先定義一下成瘾 然後跟剛剛說 吃這個成瘾 到底口香糖會不會成瘾 然後我不吃就會怎樣嗎 其實原則上 我們成瘾的定義有三個 第一個是生理的成瘾 這是我們平常比較常說到的 譬如說你今天吃某種藥啊 或吸毒啊或什麼的 當你開始不吃或者是不吸 你就開始發抖啊 不舒服啊 這個叫身體 你就會受不了 這叫生理的成瘾 那另外一種是心理的依賴 它不是你真正身體告訴你 你說不行不行 它還是說像 黃醫師我真的有心理的依賴 覺得該吃了 對 有點說我今天如果不吃這個 我好像就覺得 有什麼不太對勁 吃了A就感覺很有精神 你看那個棒球選手有沒有 那美國職棒都搖那個有沒有 你不覺得其實明明很緊張 可是吃了口香糖 你就會覺得好像比較輕鬆 對 作用像吸奶酒一樣 而且還要邊吐口水 差不多這樣 然後你要把 就是一定要吐個兩三 聽不懂就很奇怪 有那麼多彈嗎 這是沒有這個心理的作用 但是有一種是 比較行為的依賴就是強迫症 我說我今天手邊沒有口香糖 那就算了 我出去買 不行 我不吃我就出不了門 然後就很焦慮 在家裡走來走去 那這種就是已經是有 強迫症這種行為 然後這種就是行為 所以身影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那口香糖我相信 不會造成身體的依賴 這是第一點 那至於吃口香糖有什麼不好呢 我們先講 不是這種操量的話 原則上大概會有幾個 你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口香糖裡面 不是用我們說代糖 而是用真正的蔗糖 作為甜味劑的話 那注意啊 注意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裡面的一些成分 可能會造成你過敏 有些人他對口香糖裡面 那些乳膠啊 或他會過敏 他會哪裡過敏啊 喉嚨嗎 比如說就癢啊 嘴唇就癢啊 或是身體會癢啊 真的有這樣的人嗎 真的有這樣的人啊 但是通常吃了幾次之後 他就會發現原來 好像是跟口香糖有關 那他就會自己知道 自己不能吃這樣子 第三個就是 你們有發現 口香糖會越吃越餓 對 因為你一直在咬啊 對 稍候熱量的 對 胃痛 然後你現在在咬 你在咀嚼的時候 你的胃液已經準備好 有食物要來了 然後就開始分泌胃酸 後來沒有 就不一直等不到 你就開始胃痛了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有些人吃口香糖 反而會胃不舒服 對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要一直咬 一直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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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的這個關節 反而對 這個我們叫捏關節 捏關節 會非常長期的使用 常常使用有什麼壞處呢 第一個就是這邊會痛嘛 你看我們有些晚上 磨牙的人就知道了 然後晚上就是一直咬 就是這個地方會痛 然後再來這塊肌肉 會特別發達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國字臉有沒有 就變成虛育腸 黃醫師我會磨牙耶 我會磨牙 晚上都在吃 睡覺還在咬 香糖 對 夢作用作夢都夢到在咬 香糖 然後最後就是 慢性頭痛 因為這個地方的神經 會影響到你的頭 所以有一些人 我們說過度使用 吃吃口香糖的人 可能會有這些毛病 最後就是這個操量 這個本身有沒有什麼壞處 但你偶爾吃一、兩顆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長期如果這樣吃 它會對你的味覺 就會越來越麻痺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嘛 真的哦 因為你很長 所以就一顆不夠要兩顆 兩顆不夠要三顆 一個是這個味覺 這是真的 因為有的人就是這樣 一開始一顆 到最後變三顆 最後變四顆 才有感覺 對 曉薇 沒關係 妳安心 以後我們會去看妳 對 壞死妳 不要這樣 搞什麼 還在帶口香糖去看妳 還在帶超涼的去看妳 在口香糖來看我 好 可是李醫師 吃涼這件事情 在中藝的角度 它有沒有傷害 其實現在可以先請大家 先深呼一口氣 好涼 有沒有覺得鼻子很涼 有那種通俏的感覺 有對不對 其實口香糖的 大部分都是屬於薄荷的 薄荷的腥味 對 布荷本身它是心能通俏 它是屬於心涼的 可是妳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功效 它可以消散風熱 清理痛 就是當妳頭腦不是很清醒 精神萎靡的時候 妳來來個一兩片 妳會覺得 一下子精神就來了 對 可是呢 如果你過度服用 不是只是味蕾麻痺 有可能 因為它是可以有發散那種功效 它可以 通 通俏血管 對 把妳的血液疏通 但如果你過度服用的話 可能那地方就會阻塞了 一下子血量太多 它來不及排出去 會造成什麼 頭痛 對 所以說過度服用 它變成頭痛 而且久了就是說 妳的胃壘怎麼會麻痺 那還有一個比較要注意就是說 什麼叫虛炎 身體虛就對了 對 比如說妳氣虛 很容易 無緣故就坐著 也是一直流汗的 然後夏天的時候 也會常常流汗 對 因為它本身有發汗的功效 像如果我們有些藥物 妳過度發汗的話 反而會繞成妳的元氣更虛 會更累喔 一旦妳不吃 妳就覺得很累 所以就是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點 那小孩 那小孩可以吃口香糖嗎 可以 是可以 是跟著媽媽一起 讓小孩吃超涼嗎 沒有 因為妳知道我從來都不敢 讓小孩吃口香糖 結果有一次他們在學校 同學有帶他去吃到 他就說口香糖好好吃 不是 妳問為什麼 為什麼妳不讓小孩子吃口香糖 因為我怕他吞進去啊 OK 是這個理由 對 嗨過頭 真的會吞到尖進去 小一點都會 我覺得我也怕他蛀牙 對 聽說說小孩子的下巴 就是長大還會在發育 那我們大人吃口香糖 是怕他主角肌變國字臉 可是小孩子 他下巴還在發育以後 還會大一號 如果在這個時候 一直吃口香糖的話 對骨骼發育 會不會變厚到 還是很像 會不會影響 或者他國字臉這邊 吐出來比下巴還多 那怎麼詭異人 他在發育當中 骨骼的影響 骨骼的影響不知道 有這麼嚴重嗎 黃老師 這個影響 比較嚴重的影響 就是剛才黃醫師講的 那個TMJ joint 在下巴旁邊的關節 孩子因為吃口香糖 他比較不知道 那個量應該要多少 所以他會一直嚼 一直嚼 那可能會影響到這個關節 可是這口香糖 我們必須要幫他證明一下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用處的 對 根據日本的研究 咀嚼口香糖這件事情 女人沒吃甜甜就像要她的命 我到了那邊 我每一樣我都要拿 要搶輸人家對不對 而且那個巧克力瀑布有沒有 我都拿一大盤 然後人家都看我 就說我們家小孩要吃的 你知道嗎 那我們家沒有人過生日的時候 我就自己去買八吋的回來吃 就 講給小人說快樂歌就對了 不要看 那我自己吃 不要看